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地下溶洞 之前已经说过 连接石掘凶坟的这地下溶洞是有暗河的 空气流通非常好 肯定是和外界连通着 雪儒也说 这地下溶洞确实是离开石掘坟地的唯一出路 如果当时从花木兰的墓里打到洞也能出去 但是那毕竟不是上上指测 听雪儒说 花木兰的墓光风土有十几米厚 而且风土里面还有机关 打到洞的话特别容易中招 不得万不得已是不能打到洞的 好在雪儒对地下溶洞特别了解 一路上带着我们七拐八弯之后 把所有凶险地方全部避开了 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时间 我们就出去了 这时候已经是月上中天 看到外面郁郁松松的树林子 我们几个都是一阵恍惚 在石掘凶坟这几天功夫几乎是颅履薄冰 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 此时终于出来了 顿时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私下看了一下坐在位置之后 发现我们现在正好在金领龙脉的龙头之下 这其实是一座海拔应该在两千米以上的高山了 山顶上都是壮若刀剑的怪石 看起来还是挺瘆人的 也是那些怪石钉死这条青岭大山的龙脉 让这里变成怨龙地 滋养的石掘凶坟是一个比一个凶悍 就在这里吧 青衣常常呼出一口气 看了一眼跟着我们的血儒 还有金丝看牙公主 轻声说道 有句话 花木兰倒说得很对 痴媚亡良 轮回终究是你们的终点 也是新生 你们在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责任和牵挂了 我就在这里送你们一程吧 就在这时候 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 小天 我求你一件事情吧 我一愣 在心里默默问道 什么事情 青衣的道行也是小天师了 能帮阴魂扭送头胎之后的命数 你帮我拜托她 给血儒来世安排个好身世 她是你的好朋友 你如果张嘴的话 她肯定能答应她 花木兰在我心间 悠悠叹息说道 血儒跟了我好几百年了 忠心耿耿 我希望能帮她最后一把 她生前也是个苦命人 愿她来生 不用再承受太多苦难了 我心中一动 就问起花木兰 血儒的身世 花木兰说 血儒其实是她几百年前 外出的时候碰到的 那时候 她刚变成喜鬼 怨气不散 一心想害人命 这阴魂一旦害了人命 那就万劫不复了 有朝一日 落在阴差的手里 被抓回阴凿地府 可是要遭罪的 下游锅上刀山 尽火海 不把她玩个魂飞魄散 算是轻的 花木兰也是可怜血儒 不想让血儒走到那一步 这才将这首位奴仆 带走了 说起血儒的身世 就连我都不禁动容 血儒所生的年代 是元朝的元显宗 贝尔至今 甘麻辣统治的时期 众所周知 在蒙渊统治时期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 人种分等级规矩 这一等人 自然就是蒙古人了 第二等人是色木人 指的就是 最早被蒙古人征服 并且帮蒙古人征服 我国新北地区的 以及以西的各族人 第三等人是汉人 指的是淮河以北 原来由金朝统治下的 各族人民 和最早被蒙古征服的 四川 云南地区的各族人民 第四等人是南人 就是原来南宋统治的 南方以汉族为主的 各族人民 在那个时代 中央或者是地方官 正值一律是蒙古人 副值才能由汉人 或者是男人担当 蒙古人打死男人 只需要赔偿一点钱物就行了 男人打死蒙古人 那是铁定活不了的 全家都得跟着倒霉 很不幸的是 血儒那个时候啊 是个标准的男人 原显宗四年 江南洪涝 民不聊生 血儒呢 在那时候被家人卖到北方 卖给一个蒙古男人做小妾 只是 人是一个有着自有思维的生物 人有着独立的感情 血儒对那个只知道 喝酒打猎的蒙古男人 没有丝毫感情 又怎么会有忠诚呢 于是后来 他爱上一个 去北方做生意的 年轻行商之后 毅然决定 跟这个商人跑了 就是私奔 两人去了南方 就在大婚的时候 没想到 这蒙古男人追了上来 后果可想而知 那个行商被蒙古男人砍死 血儒就更惨了 被那个蒙古男人 用弯刀划破脸之后 活活勒死了 因为他和那个行商都是男人 所以死了之后 蒙古男人 只赔了两头羊就没事了 两条人命 两头羊就算买了 这就是那个肮脏的 变态的年代 于是 血儒在自己一生中 最高兴的一天 碰上最悲剧的事情 死后怨气极重 化为喜悔 听花木兰 说完血儒的故事之后 我心中 也是一阵难受 于是答应下来 这时候 轻衣 已经从背包里 拿出一些东西了 准备开始超度 血儒和金斯卡亚公主 我两毛打断轻衣 同时说了一下 花木兰的请求 为他们改变 转生之后的命数 轻衣听完之后 促起眉头 过了两久之后 再看着血儒和金斯卡亚公主 问道 你们希望自己 来生 有个怎样的人生呢 平平安安 幸福健康就好 金斯卡亚公主说 来生的话 我不想做什么公主了 只想不要再整受战乱 家人多健全 感情也圆满 这样 我就知足了 我也这样想的 血儒点点头 沉生说道 如果 狗尿一个人生 我也就知足了 听完他们说的话之后 顿时心中 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历经事态炎凉 与孤苦苦难之后 原来他们的要求 竟这么简单 只是 现在的我 和尚又不是这样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的父亲 不要卷入这潭浑水之中 我们维持那个小小家庭 平安度过一生就好了 可惜 这些真的有时候只是奢望 我现在 已经被仇恨和责任 推上一条不归路 平安健康什么的 对现在的我来说 已经是愈行愈远了 如果 这就是你们的要求的话 那倒好说了 轻衣点点头 说 如果你们要求高的话 阴间的东西 也未必会卖我这个面子 说完 轻衣从里面抽出一张黄纸 在上面心里哗啦 写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文字 然后把这黄纸烧了 我挺好奇 这是干嘛的 于是问张金牙 张金牙跟我说 轻衣这其实是给阴间递化 道行到天师这个地步 就算是阴间阴丝 也得给面子 要不然 他们哪天跑到阳间办事 被天师逮住 准得挨揍收拾 把天师惹惊眼了 就算是把他打魂飞魄散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轻衣这又黄纸烧下去 下面的阴丝都得好好琢磨琢磨 怎么安排血汝和金丝卡牙公主 这些话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 也有些傻眼 这么屌啊 这简直是硬生生的 以示压人呐 不对 是以示压鬼 这时候 轻衣在向阴间递了话之后 这才又一次 开始超度血汝和金丝卡牙公主了 这种活儿 对轻衣来说不是难事 再加上 血汝和金丝卡牙公主 也不抵触 所以不一会儿 他们就化为飞灰 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好了 想来阴间 应该接到我的天师皇府以后 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轻衣叹了口气 然后才问胖子 对了 你身上带的炸药包还在吗 胖子点点头就说 算呀 本来软卫这些雷管呢 是为防止被困在结构太严谨的墓里面出不来用的 结果咱们一直没用到让 怎么了 轻衣抬头 看向这镇死龙脉的那片石林 缓缓说道 我想把那里炸掉 石鹊凶虽然已经解决了 但是 怨龙帝还在 时间久了 怕是会出问题啊 我觉得 应该把这里 全给炸掉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